我孩子玩的多开心呀 妈 婶 孩子们呢 在那边玩呢 豆豆 饿了吧 回去给你做饭 不用了妈 您都累一天了 我不累我自己做就行 对了 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 分明一把 还有这个硫磺充满液体灶 我看您之前用的都快用完了 又给您买了两瓶 豆豆 你这刚上班 手头也不宽裕 这硫磺罩妈就收下了 钱 你自己留着吧 妈 哎呀 大妹子 儿媳妇给你就拿着吧 你带孩子也不容易 请个保姆一个月 还得好几千呢 我是孩子的奶奶 是桃桃和豆豆的妈 带孩子是应该的 也是我自愿的 怎么能和保姆相提并论呢 可是大妹子 当初娶媳妇的时候 花了那么多彩礼 现在我们得多挣点 你家豆豆还懂事 我们家儿媳妇倒有钱 可她拿我们当外人 借都借不出来 别说给了 嫂儿 我懂事是因为我婆婆对我好 那时候我不能出去上班 天天在家坐月子 带孩子 还要买各种生活用品 还要还房贷 都是我婆婆贴不给我的 而且我见您儿媳妇 今天都生病了 还出去上班 您都不心疼 您儿媳妇怎么懂事 你这孩子这么说话呢 豆豆说的没错 大姐 你说人家儿媳妇没把你当自家人 你把人家儿媳妇当自家人了吗 再说 咱们这个年纪啊 吃的穿的用的 孩子们都给买好了 哪用得上钱呢 咱们都是从儿媳妇过来的人 咱们吃过的苦 就不要让儿媳妇再吃一遍了 豆豆走 妈回家给你做饭